大典的后台专访间,我是主持人王可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这次专访 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真的是老朋友了 欢迎苏友旁,欢迎 大家好,我们是第三次那个吧 没错,每一年的时候 我只有今天才是这个跟你见到 然后每一次的时候都会永远 铭记着你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 男人要剪洁干净 对啊,就穿衣服要剪洁干净 依旧我还是觉得你今天非常粗位 你一直坐着,这个大家是不是看不到你的衣服 要不站起来秀一下 就算了,还是 真的,肚子比较大 不不不,你里面那个豹文那家 人家已经挤到我半天 好了,说你了,不要再挤到我 每一年一开始的时候总是先挤到我一下 今年也是拿到了一个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奖项 应该叫做飞跃 年度飞跃男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荣誉 挺影响不到的 有什么样的感受今年 什么感受啊 谢谢腾讯 对 其实当初在接风生这个角色的时候真的想不到最后可以有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其实挺感恩的,我觉得挺幸运的 我就是刚刚就是我坐在电影院去看风生 忽然见到你出现的时候真的就着实的让我吃惊了一下 就用现在一个流行词就很,就雷了我一下 但后来就越往后我觉得,哇,原来有朋友还可以这么去演戏 学很久,今天那时候真的学很久 这个其实是 不晓得 现在自己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对对对 我觉得09年是一个充满神奇的一年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要问09年谁的这个演戏能给别人带来惊喜 我觉得你肯定排第一名 我刚自己坐在台下也是,因为我已经离开整个风生的状态很久 是 我就很怕,不知道待会那个要是万一收到我的时候播出我什么画面来 结果播了一段小舞队的画面,一样冒冷 我觉得那个还好啦 那明年有什么样新的打算对于电影上面 电影上面,期待可以有类似像白小年,像风生这样很有挑战性的角色 再是颠覆,就颠覆以前整个状态的那种电影了吗 因为其实现在收到的很多剧本,竟然都是喜剧 啊 就有一些制片人非常搞笑的告诉我说 就是看了丰盛以后才发现原来我这么有喜感 我真的觉得,我没有想要用白小年来搞笑 对,所以暂时没有想直接接喜剧,所以还会再 还会再等一等,我觉得 对对对 我知道,我觉得我可以演喜剧,可是不想现在立刻直接走上邪性的路 那个等70多岁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对接 对对,不急 嗯,那其实我知道腾讯网现在最关注的一件事情是大家,既然你提到了,那我就问一下吧 就是听说今年的出马,小虎队会再次登上出马,有这回事吗 是的,已经定了 早就定了 哦,不是了,啊,原来是我out了 哎,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因为可能网上比较喜欢炒作吧,大家就喜欢 对,大家已经不知道一些奇怪的话题 嗯,可是事实上这件事情很早就定了,而且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要迟疑或是考虑的 嗯,对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呃,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看人家,比如说啊,就像纵冠线,大家还去继续的去,到处的去 我们跟纵冠线还是不大一样的,嗯,嗯,嗯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在十几年前,对对对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单位,就是一个艺人的团体 没错,没错,对对对 那,不晓得,因为最近都在准备嘛,包括一些服装 还有在听那个,就是春晚那边给我们设计的主曲的那个歌的小样 是,然后有时候自己在家里面回想以前的动作啊 或是哼唱一些那些歌曲啊,真的特别激动,真的 对,我妈都特别飞过来,就她 对,因为今年过年我就不在台北过年了 没错,对,然后我妈就特别飞过来 她说她很想看春晚 对,我也其实很想看,我会想起来我上小学的时候 的那个,那个那种心情 你真才小学吗?啊,对,不是上书中了吧 应该,好好好,对对,我最后一个问题 问你,那会不会小虎队会一起重新的去 因为之前都是做音乐的部分 小虎队会不会,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开始演戏了 而且几位都现在已经是这个演艺界的重量级的人物了 会不会三位在尝试的一起合作一部影视作品 嗯,其实我个人会觉得 小虎队大家最怀念或是最经典的部分 其实就是当年的那些歌曲 他做一些,拿来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可能不见得能够像过去的经典那么美好 没错,所以这些东西需要好好再考虑吧,再说 对对对,好,总而言之 期待2010年,苏鲁鹏的一些新的 能给我们带来惊喜的作品 希望你明年也有更棒的造型 好好好,明年一定也会雷人的 谢谢